因为我们这边的新闻公告呢 我们会去算出一个平均值 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新闻公告的平均值 那平均值又应该怎么算 有了平均值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例如说两倍以上 例如说大于多少以上 这是奥赖尔或是小于 多少多小以下 不过我们可能关切是大于多少以上 好例如说 算出这个新闻公告期的平均值 怎么算呢 在这个地方的算法 就是回归到以色谣的一个基本的算法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首页新增 新增一个量值 因为它只有一个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量子我们就叫做平均 就是那个蓝的名称 那个蓝是不是一样选择 我用一撇带出表格名称 data data里面的 应该在最下面 这个 新闻公告期 然后又刮鼓 enter 那这个值呢 这个值它因为只有一个值 所以它不会放在最后面 好 它只有一个值 所以记得连方法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用新增量值 那这个值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多少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假设我 这边我就先删 这个就先删掉了 好 我们刚刚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边这一个工具 卡片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 例如说 点一下它 然后输入 新这个 AVG 平均的一个公告天数是 203.28 好 对 就是 平均的公告是这样子 它是怎么算的 它是把这个值 这个值 全部把它加起来 好 那全部加起来 我们也算一下好了 就是平均会算嘛 那我们也算一个总total 新增量值 好 例如说 总值 那就是total咯 那个 新闻公告期 等于什么呢 好 加总各位都会算 所以SUM 加总 一样就是 刚刚的 这一个 好 然后又刮 5 Enter 一样透过 刚刚在这里面 这个是平均值嘛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个 再建立一个 这是 Total 三百万 就是你大概用三百万除以 一万六千多笔 是不是算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可以理解我现在的一个意思吗 所以 接下来 你就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这个公告期是不合逻辑 不合理的 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事 就是你必须 你必须要用一些 就是可以解释的方式去解释 你不 你不检查这些网站 你还不知道这些问题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 就算说你把这些的新闻公告 它一定是公告 从开始日到结束日 它真的公告这么久 你不去调出这些数字 你还不知道这些事 可以吗 所以我简单的介绍 两个基本的函式 让你们去了解 我们可以去算这些东西 记住我现在用的方式都是 首页底下的新增量值 好 来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然后 我想画面再借我用一下了 我想最后介绍一件事 我们就可以准备要结束了 就是 储存档案 储存档案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储存的话 最左边 最左边 这一个叫档案 档案 然后接下来请点储存 当然或者是另存 例如说第一次存档的话 那建议你 你就直接点那个储存档案 接下来呢 存到第一磁碟机 建立一个资料档 你专属用的资料档 好 像我今天呢 我是取名叫 2018-0118 网站分析 存档 这样就把这个档案 储存起来了 就请你们 做到什么地方 先把它储存一下